欢迎来到赵理所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我国台湾省的疫情牵动了很多大陆同胞的心 谁能想到 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 我国台湾省基本没有什么疫情 突然从五月份开始就爆发了 而且这一次爆发是非常惨烈的 到目前为止 根据现在披露的数字 我国台湾省的新冠疫情死亡率 高居世界榜首 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死亡率连1%都没有 可是我国台湾省现在死亡率超过4% 接近5%了 当然有很多人说 原因很简单 因为检测太少了 有大量的人根本就没有确诊 今天的台湾老百姓都非常担心 大家明知道检测人数是特别特别少的 你的身边随时随地都可能潜伏着 已经被病毒感染的人 所以大家更不敢任意出行了 到今天为止 从5月初开始 台湾已经事实上封城将近两个月了 虽然每天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在下降 有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死亡清零 确诊清零 可是这给台湾经济带来的损失实在是太巨大了 咱们知道我国台湾旅游业特别发达 早几年我国大陆有多少人一定要到保岛台湾去看一看呀 看一看阿里山 看一看日月潭 品尝一下台湾夜市的小吃 这么多的旅游人群也让台湾的服务业非常发达 很多台湾老百姓能赚到钱 而现在早就没有旅游业了 也没有服务业了 更没有餐饮业了 几乎所有行业都停滞了 很多台湾老百姓现在面临两个两难 第一个是你打不打疫苗 按道理想有疫苗赶快打呀 巴不都打不着啊 可问题是台湾从日本搞到这个疫苗 简直是致死疫苗 到目前为止 接种了日本这个疫苗死掉的人 已经超过200个人了 所以台湾老人在抉择 是打疫苗的死亡率高一点呢 还是不打疫苗 然后感染病毒 最终被病毒致死的可能性高一点 而整个台湾老百姓还面临另外一个抉择 是继续封城下去饿死呢 还是打开城门之后疫情会再度爆发 最终被病毒杀死 没办法 因为台湾老百姓现在判不到疫苗 他们那个地方政府不想让台湾老百姓打到疫苗 尤其是六七月份又是毕业季 又是找工作的季节 今天台湾一年能够毕业大概27万大学生 据相关部门统计大概有超过九成大学生需要找工作 而这其中大概只有两成大学生能找到工作 也就是说今年一年台湾大学毕业就有接近20万人 是找不到工作的 是啊 在这样一个疫情肆虐的状态下 能保住命就好了 还谈什么工作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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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